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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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家父姐姐 歡迎你來到網上教室 我們要開始上課了 你叫什麼名字 很開心在這裡見到你 讓我們一起去唱上課料 開始今天的課堂 終生響了 首天首笑 一笑 開始上課了 上課料 終生響了 首天首笑 一笑 開始上課了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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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父姐姐 遊學團 哇 五盲綠色 這麼漂亮 等一下 這裡明明是水底 為什麼 都會有這麼多顏色 這是什麼來的 水母 又叫做白渣 是無隻追動物 和海葵 珊瑚等等 都是屬於同一個類別 海洋入面有超過200種的水母 它們分佈在全球各地的水圍 無論是熱帶 溫帶 淺水區 深海 甚至是淡水區 都可以找到它們的 水母的形狀 大小都不一樣 地球上最大的水母 叫做師中水母 叫做師中水母 直徑有兩公尺 足手 已經是35米 逐漸 逐漸好像一架貨櫃車 那麼長 而最小的伊魯康吉水母 全長只有12毫米 嘩 這樣豈不是只有一折手指 那麼長 真是遠一點都看不到它 大部分的水母 都有三個主要的部位 包括了圓山狀 或者是中狀的身體 觸手 和口碗 水母體內 大部分都是水 它們沒有心臟 血液 塞 腦等等 只有簡單的感應器官 幫助它們分辨氣味 味道 和在水中保持平衡 位於身體邊緣的光感器官 可以幫助水母分辨光亮和黑暗 甚至可以辨別顏色 而通過觸手和口碗上面的感受器 水母還可以感覺到物體的動作 幫助它們尋找食物 所有的水母都是肉食性動物 牠們以魚類和浮游生物為食物 但因為水母不像其他魚類 可以自由游動 牠們經常要借助風、浪和水流來幫助移動 所以當獵食的時候 其實水母都只能捕食游到牠身邊的動物 水母會用觸手來刺傷或者殺死獵物 然後將食物送到嘴裡和消化組織裡 大部分的水母幾乎都是透明的 令到敵人難於發現 有些水母能夠發光 憑著身上發出的光芒 水母不費吹灰之力 就能夠吸引到獵物 會發光的水母 顏色都很多變 例如有些是淡綠色 或者藍紫色 有些還有好像彩虹那樣的光雲 多變的顏色 令到牠們變成一個光彩奪目的彩球 在水中飄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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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漂亮啊 大部分的水母都是舞毒 但有兩種水母 牠們會分泌很強的毒素 如果被牠們刺到幾分鐘之內就會中毒 呼吸困難而死亡 所以牠們又被稱為殺手水母 音樂道場 歡迎你來到音樂道場 在這裡 我們會通過音樂玩不同的遊戲 我們快點站起來 做個開心健康小寶貝 良好習慣我都會 喜樂喜樂日日運動要努力 任命任命滑行健康追星星 尊重別人要相親相愛 自愛自理最可愛 只要心心健康 只要心心健康 人見變人愛 就更開心健康小寶貝 無論好習慣我都會 無論好習慣我都會 喜樂喜樂日日運動要努力 任命任命滑行健康追星星 尊重別人要相親相愛 自愛自理最可愛 只要心心健康 人見變人愛 剛才的歌叫做人見人愛 是收錄在家父姐姐兒歌專輯4 歌詞中看到 我們有不同的習慣 都會令到我們人見人愛 你又記不記得有些甚麼 給你一點時間想想 對呀 有小朋友留意到歌詞中提到 如果我們能夠保持均衡的飲食 每一日都做運動 和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以及學懂得尊重別人 互相相親相愛的話 大家就會喜歡你 你還想不想到有些甚麼 可以令到你人見人愛 不妨用筆寫下 或者畫畫 然後跟家人分享 接下來又到了音樂遊戲的時間 我們開始了 今天我們要玩的遊戲是關於分辨高低音 高音和低音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情形就像我們說話一樣 有時候我們會高音點 有時候我們會低音點 來表達不同的情感 其實音樂裏面都一樣 旋律到高低起伏 構成了複雜的結構 有我們聽下去的時候 就好像一路說話 有高有低那麼好聽 接下來這個遊戲 需要找一個軚盤 所以現在請你在家裡 找一件事 可能是玩具 或者是一個樂器 來代替軚盤 我等你回來 你找了什麼回來做軚盤呢 家父姐姐就拿了這個搖鼓 我們接下來會怎樣玩呢 這個軚盤 當我們聽到高音的時候 就要向上開車 當我們聽到對音的時候 就要向下開車 所以你要留心著音樂的變化 才可以知道 向上還是向下 我們現在準備開始了 在家中心裡 進到電腦 進鼓掌握 進吵架 進步 進步 從來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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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我们会再播这首歌 你要留心听 甲乎姐姐不会陪你做的 你自己做个小司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的音乐游戏你跟不跟到呢 今次我们会再跳一次舞 完结今天的音乐道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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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an 欣欣欣欣欣天空最识识 知众别人亦相亲相爱 自豪自利最可爱 只愿身心健康人天边人爱 小朋友啊 在开始今天的音乐斗知识之前 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一会儿我播一首音乐给你听 你说我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 好了小朋友啊 你有没有听过啊 如果没有 我猜你的爸爸妈妈都曾经会听过的 这一首音乐是一间电视台 新闻报道开始时候的音乐 或者我们叫它做主题曲啦 一听就知道又到了看新闻的时间啦 你知道吗 这首音乐的设计 其实有些特别的意思的哦 什么意思呀 嗯 那你再听多次 留意清楚有什么的声音 在音乐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一些嘟嘟嘟嘟嘟的声音 原来呀 这些嘟嘟声是有特别的意思的 要知道这些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 隐藏的意思 就要学下什么叫做摩斯密码啦 相信小朋友都知道 英文有26个字母 摩斯密码就是将这26个字母 每个字母都用短音和长音的组合去表示 例如 A 就是短长 即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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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就是长短短短 即是嘟嘟嘟嘟嘟嘟嘟 当我们听到这些嘟嘟嘟嘟嘟嘟嘟 或者机器收到这些讯号 它对应个表 看回原来这个就是A 这个就是B 那就会知道它在隐藏的是什么意思 刚才那首的新闻报道主题曲 究竟它隐藏了什么信息呢 我们用摩斯密码去解码 拆解一下它啦 看着啦 噢 原来就是News Today 即是今天的新闻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其实 有不少的音乐家 都会用一些方法 将隐藏的信息 静静地放在音乐里面 除了摩斯密码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是不是很有趣 很有趣呢 稍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先说到这里 拜拜 各位小偵探 之前我们已经认过不同的中文词语 今天都预备了一些词语 是家居用品的 看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帮手找出来啦 这个是茶杯 三个词语里面 哪一个是写着茶杯呢 没错 是红色字卡上面的 这里有把风扇 风扇这个词语 在哪一张卡上面呢 请你们字出来啦 不错 没错 就是在蓝色字卡上面的 封筒用来吹干头发 封筒用来吹干头发 封筒这个词语 又在哪里呢 请你字出来啦 你又找不找到呢 是在红色卡上面 这部电视很旧色啊 电视这个词语是怎样写的 请你帮我字出来啦 没错 是在黄色卡上面的 烫豆可以帮我们烫直衫 很烤的 小声探要小心点 烫豆这个词语是怎样写的 是在黄色卡上面 这一部叫E车 可以帮我们修衣服的 E车这个词语是怎样写的 你又找不找到是在黄色卡上面 这里有个浴缸 浴缸可以给我们浸泡泡浴的 浴缸这个词语在哪里 你又找不找到 是在红色卡上面 这个我们叫马桶 马桶这个词语是怎样写的 你又找不找到是在黄色卡上面 衣柜可以帮我们放很多衣服 衣柜这个词语是怎样写的 小偵探你很棒 是在黄色卡上面 最后一题 这里有张椅子 椅子这个词语在哪里 请你帮我指出来 没错 就是在红色字卡上面 小偵探 多谢你们帮忙 可以认得这么多的家居用品词语 下次再找你们 今天课堂就来到这里 记得和爸爸妈妈分享一下你今天学了些什么 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